日前在台東市一間專修冷氣的店家 因店門口擺放了許多台冷氣以及周邊物品 在凌晨5點左右被不明的人士偷走店內財物 屋主表示 許多都是民眾代修冷氣的材料 缺少零件將會造成不少的損失 就是凌晨5點多的時候一個阿伯 因為看起來像是去運動玩回來然後經過 然後他看到這邊有一台冷氣機 就搬走了這樣 那他光搬那個有用嗎 搬那個 要看他會不會裝吧 如果他會的話是有用的阿 沒有主機看他有沒有主機 因為我也不太清楚他搬這個用意在哪裡 如果是說他真的有需要幫助的話 其實跟我們講一聲我們 我們會幫忙他 只是那個是客人的東西 所以我們比較著急說能不能趕快找回來 以免被賣掉或是拆解掉 這樣我們很難跟客人做交代 那現在客人那邊怎麼交代 像目前就有老闆去跟他溝通 就稍微等一下 看能不能盡快找到 民眾呼籲 切賊務必盡快將貨品歸還 以免讓店家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以及讓置身受罰 東台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看到